生態的一個過水 過濾的材料 經過這個混凝土 中間有6公分的細縫 把水經過過濾以後 河窗的水經過過濾以後 水進入到南道裡面 所以水非常的乾淨 這個是早期它在施工 以前在河窗上 河窗底下挖完以後 再把它過築完以後 把它蓋起來 所以說這個地下驗體 顧名思義就是在地底下看不到 所以說水在上面流 不會影響到它的水的流動 那因為後來那個河窗低落了 現代的建築物都破壞掉了 但是這個舊的建築物還存在 所以說